兩人獲得給我的 不到的話 大家好 我們是 美秀集團 我們這次就特別選了 像我覺得最極限的應該是殭屍王 就是剛剛有提到 玩家就會被吸進一個身體裡面 然後人體器官裡面 就是有一個完全異常的國度 然後會有蜘蛛 然後會有棺材什麼 就是完全跟我們的歌曲 原本設定的情境是完全貼合的 因為這個在真實演唱會 恐怕是非常難做到 在這裡面的製程上面 其實我們結合了 所謂的容積攝影 所以我們其實收錄的 真正的表演藝人 是有他的長寬高線索 所以所有的觀眾在裡面 其實是360度 圍繞著表演藝人做觀看的 我們是基於在即時引擎上面 做的即時的互動 而且是萬人連線 所以你是可以跟著朋友 一起到不同的場景裡面 去欣賞不同的演唱會 那同時其實我們所啟動的 Bit Day不僅只是一個單場的演唱會 將會是一個具有世界觀的 Metaverse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 我們定義它叫做 音樂的原語中 在這裡面用戶有自己的分身系統 你可以利用你的分身系統 去參加每一場不一樣的演唱會 因為在裡面你有娛樂系統 養成系統 你還有經濟系統 未來你可以自己作為表演者 那未來它可以成為一個全席的 我們當然希望它成為一個全席的Spotify 對於這種年輕的消費者 或是Z世代來說 當它在追求數位的生活的時候 它早晚會走到這一步 所以說對於產業來講 我常常從產業角度去看 我過去是個音樂人 我如何去創造音樂的下一波的機會